Hello,大家好,我是小妍 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多入基地这里 给大家选货配货 那这一次呢,我也是带着任务来的 咱这位网友呢,是看了我的视频之后呢 想要一颗猫眼和一颗蓝鸡脸 那我也不知道咱这位肉游比较喜欢多头的呢 还是头少一些的 就给他选了这样几颗,看起来比较周正的呢 让他自己选一下 我也是联系的,一直在等他的回复 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跟我说想要哪一颗哈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我给他选的猫眼 这里要说一下哈 有很多肉游啊 可能是最近呢 发现我们这边回复消息啊 不是很及时 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哈 像我们下班之后呢 回到家里 有很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可能说对咱那个肉游的消息呢 回复的没有那么及时 这里也是请大家谅解一下 但是呢,我们这里看到消息之后呢 是一定会给大家回复的 这一点可以保证哈 我们也不是24小时客服 不可能说每时每刻盯着咱这个消息 理解万岁嘛 希望大家互相体谅一些 这是猫眼哈 给他选了好多颗 一直在等他的消息 那下边呢 咱再去看一下给他选的这个蓝鸡脸 那这一片呢 是咱的蓝鸡脸区域 我也是给他选了这样几颗 已经发了图片 等待咱这个肉有的回复了哈 也是选了好多个 这个呢,是五个头的 这是一个双头的 那对这个双头的呢 看上去比较小一些 但是它很坚挺 很坚硬哈 这里还有一个大双头 一会儿呢 你看下面有些枯叶 这些枯叶扒掉之后呢 就是它的脑装 一会儿我给大家弄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哈 还有这样的 这是三个头的 那稍等一会儿哈 我给大家拖一下 看看那些枯叶去掉之后 它是什么样子 来大家看一下 这颗蓝鸡脸呢 我是给它拖了一下 这个底部的一些枯叶 其实去掉枯叶之后呢 它这里边都是一些老妆 看到了吧 看清楚了吗 还是有枯叶没有清理干净 这样看清楚了对吧 这是蓝鸡脸哈 双头的蓝鸡脸是这颗 我是没有去除的很干净啊 那现在呢 我就是等着咱这位肉油的回复了 很多时候呢 其实很多肉油都说 为什么你们选货那么着急呢 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等着呀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这边呢 像这个基地大棚啊 是定时的关门 到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 我们需要回去 回去的时候 只有你们确定好了的货 我们才能够带回 如果没有确定呢 我们这边也不会给你带回去发货 所以呢 说实有时候我们也可能会 有时候呢 我们可能也会说冒昧的去给大家打些语音 去催一些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一下哈 好了 本期呢 就简单带大家看到这里 我是小妍 喜欢我们团队呢 可以多多的给我们点点关注 好了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